1991年,当时随团访华的佩洛西,南郭中方接待人员,私下跑到天安门广场拉黑布条,被警察抓获而一举成名。 那时他还太年轻,不知道命运所有的馈赠,其实都已在暗中标好了加码。 多年以后,曾凭借抹黑中国尝过无数甜头的佩洛西,终于捅了马蜂窝。 在经过一系列疯狂炒作之后,佩洛泰终于千呼万唤示出来,于三十日正式开启了亚洲之行。 但在是否窜访台湾的问题上,却怀抱琵琶扮折面,将其列为了带定事项。 之所以要打马虎眼,是因为在中方严厉警告之下,老妖破其实已经怂了,但还贼心不死,仍企图自己捣乱。 关于他此行到底会不会窜放台湾,主要有四种假设,一,直接窜放。 假如佩洛西胆敢成行政专机入台,那么根据媒体提供的参考剧本,中方可能会派出战机扮飞进入台岛上空, 实施大陆军机对台岛里程碑式的传语,以及宣布台湾岛上空会禁飞区等反制手段。 虽然佩洛西临行表示非常兴奋,但并非所有人都想他一样头脑发热。 美国两党部分政客虽热衷于把佩洛西放到炉子上考,但却绝对不愿亲自一身犯险。 比如共和党议员麦考尔和民主党中议员埃苏,两人均表示收到了来自佩洛西一起访台的邀请,但二人都表示了拒绝,就连美国媒体也在敲打佩洛西。 美国政治新闻网批评称,31年前,佩洛西作为普通议员,在华抗议时导致她被赶出中国。 如今她再次企图利用一次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的访问,高调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 佩洛西1991年在中国的争议性行为就不计后果,如今的冒险更变本加厉,可能令她声称要保卫的台湾人和美国军人生命受到严重威胁。 一句话,你自己想找刺激不要紧,但别连累大家一起陪葬。 二,强行硬访,所谓的强行硬访,就是美国军方为佩洛西护航,助其强行完成窜访。 据消息称,美国海军里根号航母打击群,近日在完成对新加坡的访问后,紧急进入南海。 有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佩洛西访台一旦启程,美军会加强在印台地区的不属于活动,包括战机、战舰、侦察等其他军事系统,以此为佩洛西的航班提供严密保护。 如果真出现这种局面,那性质将比第一种情况更加恶劣。 用老胡的话说,这是对中国主权的军事对抗行动,是公开的侵略行径,在这种情况下,解放军有权采取最强硬手段,强制驱离佩洛西坐机和美军战机,包括发射各种警告弹,做阻碍性飞行动作等。 不得不说,老胡这次的观点完全没毛病,如果美国军机和佩洛西坐机,闯入台湾12海力上空,解放军战机有权向美国飞机发射导弹,击落美军战机和佩洛西乘坐的转机。 说白了就是先驱赶,实在不行就予以击落。 倘若真的击落,那责任也是全部在美方。 三,暗度陈仓,目前最难防的是老妖婆暗度陈仓,也就是瞅准机会冷不定乱进去。 如今佩洛西已经抵达日本,下一步计划是飞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 考虑到日本到新加坡的航线经过台海空域,所以完全不排除佩洛西趁机耍炸的可能。 从1991年那次前歌中可以看出,老妖婆性格很阴险,最擅长出气不易搞偷袭。 佩洛西如果想利用坐机经过台海空域时沉积降落,这种情况对中国空军的考验最大,主要难在对时机的把握。 不过退一步讲,即便他真能溜进去,也不会有好果子吃。 说不定进去容易出来难,万一飞机跑到被抹掉,那可老刺激了。 四,放弃行动,佩洛西虽然喜欢找刺激,但并不代表他不怕死。 最近中国在渤海、黄海、南海频繁举行大兴军演,面对中方的物为言之不欲言。 佩洛西不可能毫无忌惮,所以他在临行之际,专门表态成五角大楼的担心或许在于,如果他访问台湾,他的飞机会被中方击落。 在一定程度上,此举其实就是在预先给自己留后路。 万一窜访行动流产或过于狼狈,老脸不至于被打得太狠。 一把年纪的佩洛西,为啥非要在台海问题上找刺激? 正如我之前所说,老妖婆之所以要窜访台湾,一方面是被人驾到了炉子上, 另一方面则是为自己捞取更多的政治资本。 如今中期选临近,而拜登糟糕的健康状况和哈利斯的烂尼扶不上墙, 却令民主党陷入了青黄不接,后继无人的窘境。 这令原本年底可能要卸任的佩洛西,重新看到了希望。 于是佩洛西想要保住自己的终议长位置,无论下届美国总统是谁。 所谓总统的归总统,终议长归佩洛西。 进一步假设,倘若发生巨大变故,那么他作为美国总统第三顺位继承者, 也并非没有想象空间。 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拜登和哈利斯同时掉帘子呢? 对权力的野望,如魅惑之舌般,不停撩拨着老妖婆82岁的纯兴, 甚至令他萌发了在确保中一长威脂的前提下, 进一步觊觎睡王胯下王座的幻想。 老年人为何要为难老年人? 因为没有最老,只有更老。 几位竞争者当中,除了赖尼扶不上墙的哈利斯, 特朗普已经76周岁,拜登79, 而佩洛西更是已经年满82周岁, 大家都已经等不及了。 想起了武达弥留之际的场景, 当时武达奄奄一息, 西门庆则毫无顾忌地在隔壁王婆家。 乔窗给金莲发暗号, 金莲听到之后,竟蒸下垂危的武达, 当场赶赴隔壁偷欢。 武达健壮惨乎, 你们都等不到我闭眼了吗? 恭喜你答对了, 是真的等不到, 佩金莲把心一横, 大郎该吃药了。 喝了这碗孟婆汤, 从此不会再有嘴瓢和穿戏的烦恼。 权欲熏心的佩洛西并没意识到, 无论此行能否访台, 实际上他都已经玩砸了。 倘若行动失败, 美国将微信扫地, 而倘若成行, 则势必将迎来中国的最强反制。 从而一举打破中美台海博弈之将局, 加速推进中国解决台海问题的进程。 所以无论佩洛西来或不来, 他都已经捅了马蜂欧。 接下来的局面将逐渐超出佩洛西和拜登, 乃至整个民主党和美国政府的控制。 因为中国在台海问题的解决上, 思维已经延伸到了更高的位置。 台海问题的核心是中美博弈, 想要彻底解决问题, 就绝不能仅把目光局限在台海本身, 而是要把包括日韩和美国驻军在内的 整个西太平洋地区都考虑在内。 不打则已, 一旦动手就要全盘解决问题。 近日中俄朝三国动作评出, 托具木器, 一是中国海警钓鱼岛巡航, 据中国海警局网站消息。 7月29日, 中国海警编队在我钓鱼岛临海内巡航。 二是俄罗斯将举行东部军演, 俄罗斯国防部26日宣布, 俄军定于8月30日至9月5日。 在东部军区举行东方首长司令部战略演习。 据悉除了东部军区部队, 空降兵部队, 远程轰炸机部队和运输机队, 以及其他国家的军队, 将参与这次演习。 此举令日本如耿载喉。 三日朝方表态不惜一战, 据朝中社28日报道, 朝鲜最高领导人27日晚, 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9周年纪念活动上表示, 如果朝鲜的国家安全和根本利益受到侵犯, 朝鲜将不惜于美国一战。 中俄朝三方联动, 乔山正虎之意不言而喻。 威压之下, 美国媒体开始纷纷敲打佩洛西。 美联社28日称, 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中国更加富裕, 军队更加精良, 一个更加富裕, 更加强大的中国警告佩洛西不要访问台湾。 华盛顿邮报发表社论称, 从现实主义角度看, 必须承认目前佩洛西访问台湾不合时宜。 纽约时报表示, 中美必须停止危机升级, 佩洛西应推迟访问。 美国两党应在这一问题上尽快达成共识, 这或许会被某些批评者称作对话软弱。 但我们不能在梦游中进入危机。 已经2022年了, 佩洛西却活在30年前的旧梦里。 他不知道中国有句老话叫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好言难劝求死鬼, 想来你就来吧, 早来早投胎。 但愿他这次别再半途掉链子, 又让病毒或飞机故障背锅。 可我还一时爽, 事后累两行。 那边再来一时爽, 反正在那边。 让病毒或飞机故障背锅。 这是有点伤害。 并不仅存在。